好,回来第二节 那刚刚我们已经大概介绍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的主要原因 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 都真的是给有需要的人 能够帮助到他们 因为市场上很少人会有分享 如何调教Effect的东西 然后其实外国人很多 外国很多 他讲过了 他比如说 上次讲谁啊 讲500 500都没有人分享 就是如果分享 就是老外他们很愿意分享 他们自己的音乐 那老外不会分享 华人的音乐 可能他们很少听 华人的音乐 所以很少教你怎么去调 那我们不能够想教你 我们只是分享 分享罢了 阿俊就是想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从今天开始 这一节开始 我们会讲的东西是 阿俊你给介绍一下 OK,就是我们先讲吉他 OK,基本上他吉他 电子,电子乐 电子,吉他 他不是声学吗 他是电子 电子呢是以那个讯号 讯号,讯号传播声音 OK,是不属于频率 你要讲他是频率也好 频率也 不是啦 他是电子讯号 他是Signal 哦,Signal OK,那是Digital OK,Digital signal 所以如果你不靠那种电子仪器电子器材的话 不靠Speaker 不靠AIM 不靠Effect 基本上你是买一个哑巴的Guitar回来 嗯,OK OK 所以那Guitar 它有实音器咯 实音器就是那个Pickup Pickup Pickup 然后过后就还会讲的就是M M啊 MHead啊 M有分combo 在现在MHead Cabinet Cabinet Cabinet我之前也是不懂什么 Singal effect就是单块 单块效果咯 OK,Let's say这个 Sample OK,这个是Sustain Sustain,Sustain and compressor OK 两个是对比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合成一个 我们叫Single effect OK 单效 单效 Stormbox啊 这种叫做Stormbox OK,Stormbox Stormbox 那么 单块的 又有分以下几种 D楼讲说 ODDS Overdrive Distortion OK 那Overdrive Distortion Distortion 又可以再调去 Blues啊 嗯哼 那么 Metal啊 First啊 First啊 First这个是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啦 OK OK 那 这一块 以后也会分享啦 这个你要 BIGMUF 你要放久一点 BIGMUF OK BIGMUF BIGMUF 它是美国的 美国的产品 很漂亮 很漂亮的东西 而且很经济 实惠 再接下来它是 很多吉他手的秘密武器 OK 它要把坚异一点的声音 可以弄去滑一点 可以把温和一点的声音 弄去亮一点 我们希望以后你能够调一调这个声音 出来听一听 那它也可以把你的吉他变成小提琴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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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K OK 这些是Single effect So 刚才讲到ODDS 接下来会有Modulation Modulation就是 可以这样讲啦 ODDS就是说 它的主要 主要的那个tone OK 主要的tone也就是 是好比我拿一张一张图画 ok ok so这个图画它是以什么方法呈现给大家 是以油画呢 还是树苗啊还是水彩啊 ok这个是很直接的 你是看到你就有这种感觉了 so moderation呢 也就是说 moderation它有flangor facer 那个rotary 这种就是 ok我现在水彩 水彩 水彩以后呢 我再来要用什么东西去修饰它 可能是3D 可能是黑白 这个就好比说是音响的modulation 过后期的东西 这个还不到后期 这个还在处于在半准间 再接下来就是ambient ambient 可以讲说是reverb啊 delay啊 这种reverb回音 delay 是重复重复这样子 这个有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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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因为华语也能够用回音 对 reverb也能够用回音 这个delay也能够用回音 有些人就是 哎呀有时候给了厂商 他们随便就用用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附加品 例如tuner啊 equalizer啊 talkbox啊 很多啊 talkbox啊 talkbox啊 是那个app啊 不是app 不是app 不是talkbox的app 就是你的声音跟你的吉他结合起来 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声音 这个是很少人 就最经典是 It's my life It's my life 对 那个Ritchie Ritchie 哇哇哇哇哇 对对 ok 那我们 然后你还会讲到cabinet cabinet如果不是专业的人 就不会知道了 cabinet 但是看眼上会 所以如果有那个 呃 吉他手的话 演唱会他会看 你们会看到啦 就是在吉他手后面 会有很多的 tartaker speaker 嗯 啊 marshall啊 就 就啊中就会讲 关于这一些东西 那记得我们是业余 不过 呃 他就很有兴趣 那他就有 就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让他自己又玩 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你想要讲的几个effect 我们进入主题 ok 呃是 我先讲这个图 嗯 刚才有所讲的吉他effect 有分passive跟active 嘛 so这个是passive咯 嗯 so passive呢 出名的 啊 如果大家对吉他有认识的话 一看出来这个是藏油仔 fender ok fender 就是cutting fan的种类的 嗯 嗯 这种 pickup都有 single coin single coin ok 通常会在neck pickup一个 啊 中间的那个 中间那边 会有一个 再介绍来bridge那边 会有一个 ok 三个three way pickup咯 嗯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就是 讲完了这个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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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不用电的 它直接 把它的wiring 直接connect去 那个 volume volume tune的knock 和tune的 tune the rock 这些来就是 output jack 其实不是每一 电子吉他都是 这种 pickup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 有一些是active的 你的意思是说 对有一些是active的 哦 ok 所以基本上很多 呃 我以前玩的电子吉他 应该都是这一款吗 如果电子吉他 如果电子吉他 不需要用到 那个battery的话 嗯 都是passive pickup 被动式啦 我们华语叫被动式 被动式的pickup 就是要接住 外来的电 m的电啊 patter的电啊 ok 来驱动这个 这个pickup 就是 ok 被动式啦 passive so ok我们看active 的那个 active pickup 嗯 ok so 这个 你看这个一块黑黑的 ok 就是在萤幕上 会有一个一块黑黑的 它那边就有写了 我们是2day mustane active humbur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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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so 它是 有 有盖 有cover 盖着的 ok so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9V battery 它用battery的电来驱动 这两个 嗯 然后再把它connect去 这个swish swish 3 way swish ok 一个是 只是 载给这个 knick pickup 中间这个就是 两个一起啦 你可以看它的wiring ok 后面这个就是for bridge pickup ok swish了过后 我们可以去调它的master volume so master volume呢 好的话 甚至可以去到250 200k 去到500k 500k 可以那个master volume 所谓的100k是什么 那个是 他们hz 哦 叫hz 怎么解释 它的那个单位 嗯 话音叫什么hz 应该也是hz哦 hz 对hz 应该也是hz 剩下来就去这个tone tone呢 你可以去warm 可以去bright 刚才所讲的这个k 这个hz 它们是以最高的频率来计算 那你刚才说去到500k 500k的话是代表 那这种吉他是more online 那个acoustic guitar 才会用的 嗯不是啊 这个都是electric guitar electric guitar 要放那个9w battery了 啊 这个就是active 就奇怪 因为没有放过 没有余光的 很少人会用这个active 所以谁会用 啊 那个metallica 那个click 哦 okok click hammer 对对 OK ok 它跟passive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那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呃 active pickup呢 它的噪音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是主动式 嗯 主动式的话就由它的电弹出去 嗯 弹出去来讲 那么它的噪音会比passive来的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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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也是那个grounding 低线的问题 嗯 嗯 很多电子音乐都很担心那个低线的问题 对对对 很担心那个噪音 不过还好 但这个这个 这个 effect有出了一个叫做 Noise gate 哦 把这个噪音去掉了 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以后谈了一个东西 基本都有 那我想问一下 以价钱来分别的话 就是你买一个passive 呃 那个pickup的那一个 吉他跟这个active的话 两个肯定是active的会比较贵 肯定是active的比较贵 如果你单单买的只是单单买pickup来讲的话 也是active的会比较贵 再来讲market上面active的也会比较少一点 嗯 因为很麻烦啊 要换电池 是咯 因为现在的那些效果器啊 还有and 基本上的供电量 还有wiring 如果你的wired 你cable cable用好一点的话 嗯 也会 也会把这个passive有的东西 有的落点啊 给它去掉咯 ok 所以 所以这样的吉他会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 不是普通人用啊 呃 也不讲不是普通人用啦 普通人不会去用 哈哈哈哈 像我 像我就没有一把吉他是active的 哈哈哈哈 你有不少吉他 下次可以展示一下 ok 然后那个ring 那一边下面的battery ground 那个是 应该也是只是给它有个 有个 循环这样走吧 那battery ground 那个 那个ring 这个 在下方 output jack那边 output jack这个啊 这个 这个ricks就是那个地线啊 我们所讲的 ground 你看到吗 地线 它要 如果你这个地线 大的不好的话 你jack进去 它就会 有噪音 甚至 会出现一些 你不喜欢听到的 声音出来 有时候 蒙蒙糊糊啊 对 对那个电线也是 如果买那个 cable 也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嗯 ok 然后 我们还有少少时间 我们再讲这一个 嗯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刚才我们看到一粒 battery ok 现在我们看到两粒 battery ok 两粒 battery呢 ok 它是 可以这样讲啦 说一个pick up 一个battery 更加强它的power 哇 也就是说你弹小小力 它都能够吸引的 主要的用意 是这样的 它主要用意 不是这样子 就是它 它 它 如果说 讲仔细一点呢 它 主动的话 它把那个电 给弹出去 它自己本身 已经有电 所以它出的那个频率 是很稳定 很stable 哦 明白 基本上跟大小声是没有关系啦 明白 是要它的那个 它的frequency 它的那个 嗯 signal很稳定 很steady的 出去 保证 啊 一两 一两豪华驾座 把这些 signal 摘出去 而那个 那个passive的呢 就是 call taxi来摘 嗯 因为它是 它是被动的 所以它 call taxi 而那 taxi 就由 M那边 送过来 来摘它出去 所以可能会 比较不 stable 要依靠外面的 要依靠外面的 要依靠外面的那个 这个是谁想到的 这个是谁想到的 因为原本的话 应该电子吉他 是没有想到 要用active backup的是吗 对对 原本是没有想到 可是因为当时候的 那些 那一些电子器材 可能 啊 技术没有像现在的 这么好 有那个noise gate 是吗 有那个噪音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他们 那个signal不稳定 在现场表演的话 可能会 啊 loss了 那个signal 所以在好几 好几年前 就有人 就是design这个active 好几十年前 好几十年前 好几十年前了 OK 我也不懂 我买电子吉他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原来是 有一些model 是可以放 battery的 可以可以放 battery的 OK 那我们 OK 这节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节我们再讲 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 OK